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的隧道已经不是这个了 它已经讲到里面只有九个隧道 我就叫九峭 所谓上丹田有三个峭 泥湾宫 松果蹄 中丹田里面有西峭 生死峭 密门 安邮 摩台 丹田在哪里?丹田不是在渡极下 丹田的时候你要练气 丹田每个讲的不一样 有的时候几下三分 有的时候几内三寸 方形四寸 有的是气台 有的是石门 那到底是哪里 有的是宛武才 练羊 你要练到羊 春夏秋冬 不是你一直练自己练的深度 度计下多少 吻乳用 有朋友跟我说 不是 你讲那么多 听不懂 你讲一个穴道有效 大家都看了 讲这个穴道有效 你这书看到都有了 书一大堆 外面卖的书 你一打开什么穴道都有 但是我不讲这些东西啊 因为类似讲到皮毛之气啊 你去看嘛 什么和谷穴 这些穴道 只是一个小小的窗口 你真正的奥妙 不是你想象的 不是你讲的 我讲一个穴道 教你一招零 都不会怎样 我讲不好意思 很多只是在网路 他要秀 秀他 要找他的粉丝 要找多一点的人来看 我不需要很多人来看我的网路 我是希望有缘的人来看我的网路 你有缘的 你能量够的 你来看我的网路 你要看热闹了 全走开 我在讲这不好意思 因为我讲的东西 我四五十年的这种气功 我可以走这么久 在世界上走这么久 如果老师没有东西的话 没有能量 你想我可以这样走这么久吗 而且我不是在空口说白话 因为那种东西可以吹牛嘛 然后来弄一些东西一照办事 那你做这个东西 一点效果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你搞不清楚里面的要点 所以为什么要打通韧度二脉 来 李师征的期间八脉里面 要通韧度二脉 先通韧度二脉 要通韧度二脉 先通韧麦 要通韧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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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先通三焦 上焦如物 子纳 中焦如臥 子化 消化了毛 下焦如毒 尤其是现在的时间 叫做上焦如鱼 就是好像羽毛一样 灰青莫急 灰青莫急就是说 你上焦现在有种病毒在流行的时候 他上焦这个气也要清净 你现在的灼气太重了 晚上不睡觉 然后吃得太昏 大鱼大肉牛肉 吃到你身体里面就是中灼之气 当然你一得病就倒了 所以上焦如雨 轻 如雨 灰青莫急 灰 灰为焦障 焦就是很焦润 你一感冒你就在那边叫 就在那边咳嗽 为什么 因为它焦润 胃寒怕燥 就是怕能怕热 它就灰气 很焦润 那你一种还是保护你的灰气 所以我们在通这个上中架三焦 你要怎么把这个气打通 现在我来介绍28个隧道 我们24个隧道 来 热麦 这里 这里24个隧道 这个24个隧道 我们上次有讲到吸呼呼吸吹 就是我们讲过了嘛 会怕燥嘛 那你的心怕热 然后肾怕寒 那 胃喜欢湿 但是也不能太湿 那你要配合六次绝 所以你要打通韧吐二脉 第一个重点就是吐那六气 我今天跟你讲得很清楚了 怎么来吐气 你这道气才会通 那这吐气吐的时候 要配合24次节气 24次节气 像春宜今春清古天 夏买芒夏蜀香年 秋楚白秋寒酸 冬雪雪冬小大汗 你就这样背的话你就背起来了 例如说历春以水 今至春风千临无雨 就是说我们这个人体的气 它是按照时间在走 所以你看这个病毒 跟感冒跟生病 也是有季节的 所谓这种天图 天图我们这里的北斗七星 天图就是你的阴微脉 跟你的热脉 它交接 它交续 散终却是叫做气会散终 这个气会散终 所以它每一个重点 这认多慢你不能随便动它 因为很多人针灸 你只是研究去扎针 你认多慢一扎到的话 你人马上头晕 而且不舒服 而且在练功的人 而且身体不舒服的人 所以终于有计划说 手不够走啦 针灸手脚不够膝 你这个脚 不能针灸的话 没有超过膝关节 八胃蟹 或是八脉蟹 外观内观 后膝 列圈 生脉灶牌 太冲 凝气 它八个蟹道 你厉害的话 这叫零规八法 那如果你拿着喉咙砸这里 砸身体 不能乱砸 尤其任在这里 这叫索规中 这个气会散终 散终 散终啊 这个隧道 这个每一个隧道 中管是什么 中管是阳明大肠间 还有你的小肠间 会到这地方 会到这里 这个肚脐下来的官员 石门 这里的旗间八脉 十条筋肉 银桥卖 尤其会银 那是充卖 任卖 都卖 就是一元三旗 它在这里交汇 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要练吊工 然后为什么要练吊工 那吊工你不能乱吊 有的人说 哎 老师我不练那个 练那个什么 很怪 没有什么怪的 你看老子道德间 所有中国 以千 几千年下来 告诉你了 你要打通任多卖 这只是叫什么 这只是一个路线而已 你要有药物 药物是什么 打通任多卖 三个重点 一个是什么 贤品 药物 贤品中 你要知道这些路线在哪里 内窍外窍 这些叫外窍 内窍是你身体里面的 叫做内窍 它残余 残余中 残余内 你外面看不到 所以 这地方 尤其练吊工男儿子 因为男儿子的精气 说 练功百样 服药千种 不如练精一绝 这个你要修道 修道要是什么 先斩你的信根 信根 命根 是非根 如果你没有把你的信根 它说 去掉一个色字即是先 你想要修炼 其他你吃什么补都没有用 就是养精续瑞 养精续瑞不是叫你人 我这个下个单元都一个一个回来介绍 不是人精的 人精 一个尖筹课 我108天 你 所以我成熟了 你不摘的话 你不摘起来 你不练的话 它就烂掉 刮手就滴落 所以你都说 我都养精续瑞 我都不放 不放你 长肿瘤啊 你身体都生病了 你又不知道怎么练 你随便把它放掉的话 你就苍老 你身体就有肌肉就收下 人就老了就瘦了 大家就不 因为你没有肌肉 你肌肉跟骨头 不是你是吃骨 是你们喝的 你看女儿子为什么会很丰满 很漂亮 因为你也很喝 男儿子为什么他会很强壮 身体 因为你年纪轻的时候 你的搞不同 很强壮 所以到家地就要告诉你 精气神三宝 精气神 所以任督瘦脉上面 它有几个重穴 这个上中 上中 就是我们那个 气会上中 季雀 心脏的木穴 中反胃的木穴 这里有十二个木穴 跟十二书穴 你要把这个打通 这是公佛的 不是叫你用意念在那边呼吸 你空呼吸 效果不大 好 任督瘦脉以后 再来是督瘦脉的气外上来 督瘦 因为督瘦这个气 这叫做充菊 你人的immun system 免疫系统 这个是内分泌系统 你的刃是内分泌系统 叫武器朝元 这叫三花句点 三花句点就是 你身体的这种能量 它练尖化气以后 你会变成人体很热 你不怕冷 冬天不怕冷 夏天不怕热 你身体的操控性能很好 所以你口水很多 这个身体的这种免疫系统 这叫免疫系统 你要感冒的时候 然后开始就是背部这里发僵硬 颈部僵硬 然后这里 背部这里发凉 然后累很累 这个就是它的immun system上不来的 所以我们要打通这个都脉 这个都脉上面有长墙 有到一到二十八个隧道 阳关 你的命门 这个宗 金收 到灵台 到深柱 到神道深柱 一直上来 每一个隧道都有十二间座交会的地方 所以我上次谈到说 纠线 有的怎么说 哎呀老师 这个很臭啦 实际上是 我不晓得怎么来说啦 这是救命的功夫啊 告诉你救命的功夫 这个都没有人要看 这个跟我没关系 这个东西对你很重要很重要 可是救命的功夫啊 所以这个免疫系统 是在你背后有六个重穴 六个重穴 大概你二十八个隧道 它直接关到碟瓶 关到银胶 所以这个 这个叫肚脉 这个肚脉 这个肚脉 所以肚脉气上那时候 我们又谈到 山寨金车 我以后一个一个讲 你要把这个气筒打上去 不是每天运动 不是呼吸耶 洋车 路车 牛车 是表现人体的爆发力 就是说 你很重 很快 或者你慢慢 你耐力很好 怎么讲 羊跟路 因为路跑得很快 牛很有力 这羊的话 它吃白草 你没有运动 像是没有运动 没有修炼 大鱼大肉吃太多 所以你碰到病毒一来的话 你马上倒 你背得很重啊 很重的话 人体这种免疫系统 它要负责你身体的 很多这种各方面的消化 分泌 循环 神经 骨头 肌肉 它负责你很多方面的这种负负担 结果你又乱吃 然后又不运动 那你病一进来 你马上就倒了 还又乱运动 乱跑啊乱跳啊 所以注意 认肚而迈 这一条叫做肚脉 从你的慧力 长墙 长墙 长墙就是肚脉的肉血 鸠尾 心脏这些鸠尾 就是肾脏 这是你认脉的肉血 肉就是交接的地方 所以这两个点是 你的气的关键 我们讲的 这叫什么坤五腱 这一把腱 你的脊椎骨 后面还有一把腱 叫做前指腱 前坤指五腱 好 所以大家注意到 这认肚而迈 这是外面开始锻炼 这里面 这叫认肚而迈 我讲一个笑话 因为我到全世界 在传工 很多人都说 老师 我的认肚而迈 就通了 只有羊尾了 那你告诉我 我在最后调那个 我当时起来 你认肚而迈 都通了会羊尾吗 这叫做内行人讲外行话 内行人讲外行话 为什么打工认肚而迈 认肚而迈上面 你一通了以后 你的七肩八卖 就会串联起来 七肩八卖 你串联起来以后 我们当时有八大系统 四道组织 你的表皮结地 肌肚 骨头神经 这叫四道组织 再来往内走的话 有八大系统 就是骨头 心环 呼吸神经 分泌 这些系统 大家会跟你统一起来 所以为什么要练任肚 七肩八卖 我们人体有三百六十个穴道 有十二条经络 但是它散掉 所以你没办法 就是等于说 你精队一盘散伤 我在它统一 来训练它 所以它有一股力量 这个精队又听你的话 所以打工认肚卖 我们讲的 这是叫做什么 这里叫做认脉 后面叫做毒卖 为什么叫善终 我们以前打仗的话 有一个将领 像我们台湾在拜拜的那个 三太子叫中坛年帅 为什么叫中坛年帅 中坛年帅就告诉 它是引着兵 你的气会善终 如果你不能集中到这个地方 人死掉这里散掉就死了 所以你人一集中以后 善终一集中以后 你人体的内分泌系统 跟你五脏六腑 它力量就强了 叫五路兵 青龙白虎朱雀贤虎 你就听过这里就是中均 中均是黄色的 如果皇帝吃完 它就是黄旗 中均这里善终 所以为什么要打工认读乌脉 那认读乌脉的路线 里面大家 刚才我讲的话 好好看一下 注意听 来 这个有根据了 这个是谁写的 这是庄子南华经里面写的 说为善莫尽名 为二莫尽行 言都以为皆明 可以全身 可以保身 可以严谨 可以严谨 那我把它中均起来叫 由福所归中 天地同一气 这什么意思 这个地方你看 说言都以为经 为善莫尽名 为二莫尽行 这个什么意思 这在谈这个中庸之道 人体的气善在各国 好像这个世界很乱 身体的气很乱 这一条肝经 这一条圣经 这条胃经 肌经乱 所以你的喜怒外乐不正常 风寒失照热 外管内阴 你开始生病了 那怎么办 所以 你要把人体的能量 叫做中庸之道 叫守规中 这个规什么 言规 言规 我们讲的为言规 这是我把它到最后 它是统一起来 就是说 当然它知道 为善莫尽名 为二莫尽行 言都以为经 就是说 沿着你的中间这条线走 就是我们讲的任督尔卖 那这个任督尔卖 开始是讲表皮而已 你知道 一般就是穴道 所以第一 任卖有二十四个穴道 都卖有二十八个型的穴道 硬 叫什么硬 黄道极日 你知道二十四个穴道硬什么吗 它从你的 这个城匠开始下来 连全天图仙击滑盖子 空地堂山中 纠纹 这个中管 去穴道 因疆之下来 最大的任督 二十四个穴道 那为什么都卖了二十八个穴道 这里没有选积到 二十四个穴道是应二十四节气 还有应风水二十四山 二十八个穴道是应天星二十八星宿 所以 讲到这里大家听了就 那怎么办 怎么练 所以这个地方 如果你把这个精通以后 说为什么很多 中国几千人下来 很多高手 或者很多养生之道 他一直在往这里面转 但是一般的就是 只有转到什么 皮毛工夫 因为你只知道 在沿途以为经 因为有庄子讲的 你就会依恋在那边带 那你带了没有用 叫合车空转 所以我今天会把这个穴道 一个一个讲清楚 那你把这个任督二脉打通以后 七千八号也通了 七千八号我在我们的上任 我的当年里面对我谈得很清楚 什么叫做七千八号 七千八号是应灵归八号 灵归八号叫 砍一连生脉 照牌昆乐乌 震山紫外观 视讯灵气处 他一样按照这个坚弄的气势上 一条条进来 所以这个中国人是很厉害 尤其是现在这个时代 到第八院进入 第九院的时候 你不要以为现在病毒 有时候要赶快控制 赶快找疫苗 因为这是叫做天机 好像以前的欧洲的黑死病 死亡 防潜病 这些东西等你找到解药的时候 已经死了很多人了 所以要靠你自己身体 因为我们中国有这么长的文化 它有不可思议的能量在里面 所以大家要好好研究 我好好研究 不可思议 那当然我会一个一个来介绍 今天是讲气 讲气 还有里面有讲到 有的时候乱吃中药 我要吃这个吃这个 中药不能乱吃的 中药有润的 有燥的 有温的 有泄的 有寒的 有寒的 你不能乱吃的 我在当年里面都有一个一个介绍 好 那现在你看喔 这老子道德经的第十章 这个是第五十篇 它里面有一个 讲什么 这里面如果你可以解释 很多人在解释道德经嘛 道德经 大家都会背啊 道口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好 那后面有什么 古神不死 世卫贤聘贤聘之门 天地之根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万物不云抱养 充气已回合 知其雄手其词 人为天下 知其白手其黑 人为天下识 大家都会背啊 但是你知道里面它讲什么 这就讲 练生体 所以这里你去看这里 初生日时生之土啊 你去看道德经的第五十篇 你看一下 说 十有三 十之土 十有三 这个人之生 动之死地 亦有十三 这什么意思 哦 这里面如果你有办法 这个解释出来 什么意思 这里就要讲 韧度二脉跟其境八脉 这个十哦 跟十三里面 四肢 四嘛 里面有九窍 九嘛 这加起来是十三嘛 所以 我等到最后这个完以后 讲到人体从 外胚层 因为去练打通韧度 它有分三层 第一层是表皮层 第二层是中胚层 第三层叫内胚层 叫做内窍 所以内窍就讲说 人的这个说 出生入死 死生之土 死有三 就是说 人有四肢 你这个四肢 四肢里面有十二条筋肉嘛 我们有七肩八脉 那里面有九窍 四加九是十四之三 这个重点是它这里 所以 这个 很多人他对这个 你后面再看哦 他说 何故以其以生生之后 盖文善色生者 入行不运是虎 日经不辟甲咒 兵是 无所投其脚 虎无所错其爪 到最后写一个 何故以其以虎死地也 就是我们讲的金中造铁路山 你听到最高境界的时候 你的身体里面出现一种 附身的钢器 所以你看 道德经在几千年前 已经讲到这个问题 很多人在讲 背道德经很好 你的道德经可以用到跟天来解释 解释宇宙里面的奥妙 还有自身之道 自国之道 比如说里面讲到这个 赛奇队 碧琴门 何其光 同其成 他在讲什么 就是说你要把它解释到 比如说一个人 比如说你在 你要强惹肉汁 就是柔肉圣刚强 就是你硬的时候 你要软的来跟他配合 就知道我们暗示的讲到 印良相对嘛 这是钢罗 你要配合 你要做事情的时候 比如说在 我们谈到 知其白也 守其黑 知其熊 守其磁 什么意思 知其熊就是你人体在很强壮的时候 你男人起来的时候 你要收回来 守其磁 那如果说你在很强的时候 里面要用油镜灯妹 人在很旺的时候 你要谦卑 我们上次谈到 很多人在苍龙有鬼嘛 你灰龙在天的时候 我很多人不得了 不得了 不得了 不饿酒啦 他妈讲的 拜佛有谁故啦 所以很多人 你看我这么 我告诉你 人在最高峰的时候 是你最危险的时候 一个国家也是一样 你觉得我不得了啊 你看我这么厚 大家都是 你看 你很快就没了 所以这个人也是一样 道德性就告诉你 天地里面的 常常的奥妙 人体里面常常的奥妙 这个治国之道跟自身之道 它是要配合这个 合一天道 合一阴阳 华一素素 那 这是老子的 这是庄子的 所以这个地方 很多人可能听不懂 你听不懂 你慢慢看 任督外卖的位置 有二十四个奥妙 跟二十八个穴道 为什么要应天地节气 因为二十四节气 要应二十八星宿 好来 我们再开始来 你练完三交通气以后 它通上中下的气 下来通了以后 到丹田以后 你要把身体的经脉的气 要收到丹田了 因为上丹田有三个 这叫下丹田 这叫中丹田 这叫上丹田 初级是要练这两个 这个下丹田 这叫做足迹公布 这两个地方 就是气要先挤在丹田 好 那你看哦 这一条放在 放在里面 我全挑到 人归人气带 只有图金正老师有 这是我们这个独门的创作 这个很有效 附件 你中风的 行动不变的 躺到床上可以练 站着可以练 好 如果你好开始 有人气大了 美丽走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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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